用到的機會,相對的好像會高一些些 好像蠻多地方都會用到Interact 而且Interact有時候還會配合陣列 Ctrl-Shift加Enter 去抓一個範圍的資料到另外一個範圍 OK,好像蠻常用到這樣的方式 那Interact怎麼去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一樣 請各位在查詢介面多一個刮回Interact這個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Interact它的運作 第一個,插入函數的時候 在檢視與參照裡面,各位可以找到Interact Interact它裡面是說一個文字字串 指定那個參照的位置 特別重要是一個文字 文字串,其實文字串就文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它有兩個參數 基本上我們大概就是用到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其實一般是可以放也可以不放 通常我是略過的,我大概就會放第一個 第一個意思是說呢,你要去抓哪一個 抓哪一個 工作表,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也不能用 像剛剛用F3 直接切到Lookup 裡面的哪一個 特別水喔,因為我是006 那如果說我把他抓的是姓名 的資料的話 對應到006的姓名的話 那基本上是這個儲存格 Lookup的B3 這個儲存格 然後切到A1 這邊好了,他會幫我切過來 切過來之後特別注意 如果你直接按確定的話 其實呢 你會發現他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錯誤呢 特別注意 這個 INDIRECT 它跟其他函數不太一樣 其他函數 你如果移開的話 像那個IF函數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 它會自動幫你加 但是INDIRECT很奇怪 你移開之後呢 明明應該是一個文字串 可是它就是不幫你加什麼 加雙引號 所以這個雙引號呢 請注意一下 一定要自己加上去 OK按確定 李明正抓過 也就是說INDIRECT裡面 要放的是什麼 哪個工作表 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OK 特別注意哦 那 一樣的道理 當然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向下填滿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樣呢 我應該要抓到什麼 抓到的是 把B變成什麼 B欄變成C欄 有沒有 所以這個往下填滿 這個應該是變成什麼 C8就對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變什麼 這邊變D8就可以了 OK 那這邊變什麼 這邊變E 那問題來了 這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可以抓到B 抓到C D1 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哦 那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因為你將來要向下填滿 它要能夠增加的話 這個時候 可能就要參考一下 雲端上 我剛剛講 這個難度比較高 往下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叫做 ASC-Code 編碼表 那所謂的ASC-Code 變碼表 簡單講起來 理論上 你如果自己可以Google一下 ASC-Code 基本上就是 簡單講起來就是 美國那邊最早在設計電腦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內碼 那個內碼的編號有沒有 它有定義什麼 它沒有定義到中文 它只有定義什麼 一些常用的符號 有沒有 一些什麼鍵盤上面的相關的 對應的位置有沒有 那其中 當然也會有那個 就是英文大寫跟英文小寫 另外還有數字等等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ASC-Code 關鍵是這個 這個其實還蠻好找的 你是打ISCII 這個計算機概論應該都有 裡面的話就有一個維基百科 裡面就有解釋 所以現在有時間自己再看一下 什麼叫ASC-Code 在這裡 OK 然後等等 反正意思就是 對照的位置 那其中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最關鍵就是說 我的B的位置 是放在什麼 放在ASC-Code表裡面的66 C是放67 68 69 當然其他的編號 其實未來 如果你要抓其他位置的話 可能還是要參考一下ASC-Code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ASC-Code表拿來用的話 你這個時候 需要配合一個什麼 配合一個函數 叫CHAR C-H-A-R 這個C-H-A-R 意思就是找到什麼呢 找到它的內碼 並且幫我輸出 所以如果配合那個CHAR 後面如果你加上一個66的話 它就會變成B 幫你把B拿回來 如果你67 那就是C 意思類推 所以你可以練習一下 順便可以練習另外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有一個在文字裡面 叫CHAR 按確定 假設裡面你給它66 按確定 B出來有沒有 向下填滿 當然如果說你要向下填滿 它還是B對不對 怎麼辦 你可以 假設你要66的 你可以用什麼呢 加上一個Row好了 對 你這個地方可以加上 加的話呢 你可以and 那66 是加一個字串 那所以你可以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 後面的你可以 串一個Row Row函數 小瓜糊 小瓜糊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Row 66 然後 它現在是 3 減掉2吧 and 看一下 這邊 這邊 用加的啦 因為and 是串 這個地方把它加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加上 它圓 它圓 所以我如果 我如果不減好了 假設我不要減好了 不減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63 63的話有沒有 加上 加上Row 加上Row的話 它位置是第三列 所以 63 加上3 剛好 就是66 66 就B 所以打勾一下 B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剛好有沒有 B C D E OK 所以 好像 李儀那個 最後要的 已經又近了一點 但是後面這個呢 8 可是這個8 怎麼來的 是根據上面這個 列號有沒有 就是它的編號 再把它加多少 再加2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 先 我先換個電池好了 完這個部分之後 再來就是 它的這個位置 還有個B C 它後面有一個列號 這個列號呢 當然最後我們也是要把它串進來 可是我要怎麼取得這個列號呢 其實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利用等於什麼 等於上面這個位置有沒有 C2 加上多少呢 其實就加上2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它的位置為什麼要加上2呢 實際上 主要 為什麼加2 因為它上面有多了這一列跟這一列 這兩列其實是不必要的 要把它扣掉 OK 就是等於是往下 所以是用加的 那我們再來打勾之後呢 它最後你把它加了之後 它沒有WALK OK 這邊的話為什麼 其實這邊儲存的格式 好像把它改回再通用 C2裡面 其實主要原因是 它裡面的資料 這邊是文字 它帶過來之後呢 它也把它的格式也帶過來了 所以你變成怎麼樣 把它改為通用的 再執行過 也就是把它改成通用 意思就是把它轉換成數字 之後再加2 這個時候你把它再打勾一下 它就變成8 往下填滿 OK 這邊忘了鎖起來 所以這邊 這邊把它鎖起來 F4 鎖定就可以了 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OK 那除人格格式 記得把它改成通用 通用應該就OK了 那這邊再把它執行一下 向下填滿 把格式改一下就可以 那所以 將來如果說 我把它改成001的話 有沒有這個003 好 那所以 基本上呢 我只要動一點手腳 就是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這個地方 後面的這個B3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改成我們剛剛的這個 第一個哪一欄 在哪一列把它串在一起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有點難度啦 這邊的話 那怎麼做 基本上第一個 你就是把這個CHAR CHAR的這個函數 H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這個先把它 B8先把它刪掉 記得 因為我們要串接 所以說AND 串接 因為一個字串 要串另外一個公式的話 記得要先 把B4先刪掉 AND 然後AND什麼呢 AND這個CHAR 這個後面 我們剛剛等於是B 那當然打夠之後 它會有一個B出現 就是哪一欄 因為向下填滿 等一下變成C D 後面呢 記得在串什麼呢 串上我們剛剛做的 就是這個編號 讓它加上2 然後把這邊給鎖起來 所以只有鎖列就可以了 然後錢的符號 Dollar OK 好做完了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是抓它的哪一欄 這個是抓它的哪一列 OK 按打勾一下 試一下 應該這樣OK了 打勾 好找到了 然後呢我把它向下填滿 基本上我看一下 應該有鎖的都有鎖的 放開 OK 可以看到001的話 那就是這個 吳伯威看一下 欸 明刺4 應該沒錯 然後這個往下拉 欸 其他也動了 所以基本上喔 利用那個Internet 稍微麻煩一點點 必須喔 就是去指向 實際上的位置啦 那前後一定要加雙一號 那我們前面是加上哪一個工作表 串在這裡啦 所以實際上這個是工作表名稱 and 哪一欄 那欄 那欄的話 因為它會 它的欄是 等於是那個 欸 用英文大寫來表示 所以我們去 那個ASCII code裡面抓 63加 加上3 剛好是66 66呢 那再用CHAR 去抓回來 那就是B 所以這邊會放個B B欄的 第三加2 所以是第五 第五 第五列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B5 就把B5給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 欸 資料就放過來 那向下填滿 因為這個會 列號會增加了 所以向下填滿 那就變成C 變成D 變成E OK 所以這題 比較複雜一些些 畫面先黃 給大家試一下 其實主要就是 Indirect 它跟那個Index 最大的不一樣 其實就是在那個 Indirect 實際上裡面 是要給一個文字 就對了 那Index 只要給數字 所以你說哪一個 比較好用呢 其實看 使用習慣 有的時候當然 你如果習慣用 數字 來呈現你的 某個範圍的位置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 Index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用 Indirect 其實結果 都做得出來 只是說呢 到哪一個 會做的 比較容易一些些 我想各位 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 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 Indirect 這個函數的解法 試試看 好嗎